大家都說這回合不僅看廚師 一定要看藝人 因為這次韋哥加韋偉 他們倆是堅持煮的 不過真的想不到 原來我們的藝人朋友 他煮食真的很厲害 我現在做的是麵粉 豉肉粉和蛋白 稍後會將漿茶在白宮胸上 可不可以上玫瑰花的幹 我們現在將玫瑰花加熱 用煙燻味, 放一些白鴿 放在三分鐘左右, 會關火 如果再繼續開火, 會過熟 對, 那些乳鴿很大 法國的乳鴿 這是法國乳鴿, 是的 會否比較酥? 會輕輕酥一點 但這次我們特意用玫瑰花煙燻 用玫瑰的味道 還有我們用山竹 讓它的酸甜中和味道 我們的主菜是花膠山刷花蟹 桂花炒粉絲 因為花蟹很大 所以一定要有時間煮才行 所以現在師傅就開始煮了蟹 這麼大隻蟹, 很貴 對, 是的, 用花蟹賣 這個…這個季節性稍微貴 這個剛剛那個什麼呢? 優如期 對 那邵師傅, 傳出什麼秘笈給你 首先是炒的桂花 我以前用蛋來炒的桂花 我用炒的方式, 會很累 但師傅教了一個方法 就是…沒那麼累, 會快一點 放了一些凍油之後 其實很簡單 蛋倒進去完全是液體, 看得到嗎 是嗎? 好, 這時候你只需要拿著鑊鎮 然後開一點點火 這個唯一一個所謂的方法 就是叫快 但有一個缺點就是裡面有很多油 其實這個可以用紙巾吸油 家庭觀眾不用怕 待會那些油, 我們會將它迫出來 把雞蛋液倒進凍油 但它一定要夠熱 然後加熱慢慢慢慢 它就會呈現桂花狀出來 對, 我們待會炒粉紙 就可以加進去 呈現出來的 但一定要讓它浮上來 否則雞蛋是生的 一定要讓雞蛋浮上來 才會像桂花 現在八塔的狀態是完全第三 我們會起三角骨 先把雞蛋液倒進去 把雞蛋液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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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先把雞蛋液倒進去 先把雞蛋液倒進去 現在我看到你刷骨 有甚麼技巧 最重要是不要有碎骨 你可能改成的雞蛋液倒進去 有些碎骨就會變得慘了 對 還有, 而且內臟 很多時候最甜的就是內臟 對 白雞蛋液不容易才會出現 是, 內臟也很軟 對, 內臟, 內臟其實很甜 這盤是用來做醬汁 骨頭和內臟用來做醬汁 但平時我已經拌勻了 拌勻了這部分 我只看你的菜式 我覺得已經很有創意的菜式 對, 我和韋哥一起想 真的全新想… 全新想的 全新想的 全新創作的菜式 對, 我只看菜式 看菜式已經很誇張 現在我在處理最難的一件事 拆蟹肉 其實拆蟹 最主要是沒有把太大力 令它完全散開 我們怎樣要拆到蟹肉出來 是希望沒有散開、沒有碎 希望它會疏出來 如果純粹會用筷子去取材 就會散開 它就會碎了 看出明明是一隻很大的花蟹 但你塗出來後, 感覺上很碎濕濕 聽到, 我也覺得師傅應該很嚴謹 對待一些頭底仔 我聽聞過小師傅 你是很嚴絲出高徒的 有甚麼人可以有權利把食物放進嘴裡 我想除了醫生之外, 就是廚師 那醫生可否亂開藥給病人吃呢 你不可以的 作為一個廚師, 如果不可以認真 去從事自己的工作 去製作好的食物 其實你的責任跟醫生一樣 很嚴謹, 但對你很好 對你很好 只是拍攝而已 接著是做這個山竹 這個山竹 我們稍後會用意大利的白醋去醃製 因為白鴿本身有類似鴨 類似比較重的味道 我們多數會跟進食物的味道 把糖做成香蕉的味道 剛才我們把油風給弄熟了 但我們現在要把最後一步煎香 這是把胸部用酸酸澆澆 因為胸部不會直接受火 多數會用牛油澆澆 它會比較嫩 而且多數法蓋菜都會這樣做 把花膠切好後撕 然後我們再換甚麼呢 先把湯煮好 煮好花膠, 它有些底味 因為這些湯的時候 我們也會炒粉絲 再加點薄薄醬 把味道調好, 把它混合就可以了